這兩年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新冠病毒COVID上 很少人會留意到去年和今年的夏天 在歐美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出現了 這個現象就是一些本身應該冬天才會感染 小孩子的疾病呼吸系統病毒 例如流感 最常見的就是呼吸系統核包病毒 這些呼吸系統核包病毒通常感染比較小的小孩子 感染後便會氣喘 很多小孩子感染這些病毒 有些嚴重是需要住院 當然也有死亡的個案 這些病毒一般來說 主要是秋冬的時候才會感染小孩子 很少是夏天的 為何秋冬會更多? 一般來說通常是秋天 有些小孩子開始上學 到了冬天 大家留在室內的時間又多了 互相接觸的時間多了 距離也近了 這些病毒在這些時候感染 真的非常常見 每年都是這樣的 但由去年開始 這些病毒在夏天大量在小孩子傳播 我覺得這是一個警號來的 首先解釋一下究竟是甚麼 會令到有這樣的現象產生呢?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醫學新聞的話 就會留意到 疫情這兩年以來 每一年的流感數字都是極端低的 以前每到秋冬 流感季節都是很多人 流感 有些抵抗力差的 老人家那些就會入院 但是疫情這幾年以來 那些冬天基本上 沒有甚麼這些流感 和其他呼吸系統病毒的感染 原理很明顯就是 無論是哪裏都好 疫情發生之後 多多少少都有些管控措施 例如封城 停業、停學 社交距離、保持距離 各樣 就算不是真的政府有政策 那些人本身 因為有疫情的話 都會少了出街 少了接觸其他人 那小孩子也是 那所以就說 其實就是少了接觸的話 那當然那些病毒 傳染的機會就少了 那這些病就自然會少了 那表面看似乎是一件好事 但是這個世界很多事情 都不是只有一方面的 簡單說 就是出禮行 就預了要還 那這裏就要和大家 講一講一個概念 這件事就叫 免疫債 甚麼叫免疫債呢 這幾年大家少了接觸 病毒少了機會 就是傳染 大家本身呢 每年都會遇到一次這些病毒 就是流感病毒也好 這個RSV 就是複格系統 核包病毒也好 每年你都遇到一次的 就是說你今年感染過 可能是雙方咳 發燒 各樣 好完之後呢 那你的免疫系統 就好像打了一劑 加強劑那樣 那就是說 免疫系統 就立刻醒神很多 那那個能力呢 對付這些病毒的能力 又高了 高了之後 然後慢慢降低 夏年又感染過 然後又再高高 那所以呢 就每一年呢 都控制到呢 就是在夏天的時候 因為你抵抗力 有一定的程度 那夏天的時候 你沒有那麼容易 感染 即使病毒都還在 但是呢 到冬天呢 就是你那個 聚集的機會 大了 那還有呢 你那個免疫 那個能力 又開始跌了 那所以冬天 又來感染 那樣 但是呢 每一次都不會很重要的 那疫情開始之後呢 就是因為人和人之間 少了接觸呢 那大家 上一次遇到 這些這樣的呼吸系統病毒 就可能是2019年了 那變了呢 就說 而大家有好幾年 都沒有遇到這些病毒 那那免疫系統 就開始 有稍微 開始忘記了 怎樣去對付 這些這樣的呼吸系統病毒 在去年 歐美國各個國家 因為疫苗 已經大部分人打了 或者呢 高危一族 基本上都打了 那他們就將社會開放 那所以去年開始呢 就是那些小孩 再次接觸到這些病毒的時候 雖然是夏天 但是呢 因為大家的抵抗力 尤其是小孩 就對這些病毒 基本上那個免疫力 就降低到一個地步 那些病毒就很容易感染了 那另一個原因 有這麼多人感染呢 就是因為有很多小孩 就出生 因為有很多這些 比如RSU 都是感染一些比較小的小孩 就是一兩歲 那些 那變了 就說這類小孩 就什麼免疫力都沒有的 所以他們呢 就很多人呢 一接觸到病毒 就被感染 那令到呢 感染的數字 就大了很多 那變了呢 在去年 或者今年的夏天 你一定看到 有一個趨勢呢 就是那些呼吸系統病毒的感染 就會突然間多了很多 比平時多了很多的 那在 紐西蘭 即是南半球 那上一個夏天 那就看得見呢 就是它那個 爆發性的RSV 就是那個 呼吸系統核包病毒感染 幾個小孩 就差不多 就癱瘓了 醫療系統 那樣的 那就影響相當之大 那沒有 我剛才說的 免疫債嘛 免疫債啊 欠債還錢 這幾年 就天經地義 就是說呢 你這幾年 沒有那些流感 沒有這個呼吸系統 核包病毒 沒有那些呼吸系統感染 但是之後要還的 就是說 現在你一開放回社會 那些人一接觸回 這個病毒的話 就非常之容易被他們感染 所以很短時間之內 可以爆得很厲害的 就是說爆到呢 就令到醫療系統癱瘓 那醫療系統癱瘓 當然會引起 譬如說 資源、藥物 或者人手的短缺 就令到 患上呼吸系統疾病的小孩 得不到好的醫治 影響很大 那人手的短缺 也都會令到 其他的病人 即不是這些病的病人 得不到適當的照顧 又會有一個代價 這樣是不是 那所以呢 就其實可以影響很大 因為它突然之間 可以狂暴的 它未必是很嚴重 就好像現在COVID 那樣的情況 就是說它未必是很 死人的 但是一下子 就會極大量的人 感染了這樣 尤其是今年的流感 冬天的流感 真的要特別特別小心 因為大家的免疫力 所有人 小孩子的免疫力 對於流感都可能差 因為流感病毒 還要變得很快 不是你這邊 只是你的免疫系統 開始 免疫能力 差一點 它就不斷地在變 所以指消比獎 那就真是可以很危險 所以現在大家 就非常留意澳洲 今個冬天 即是現在 他們的流感的情況 會是怎樣 因為開放之後的冬天 的流感季節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大家真的要小心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小朋友 即是你一向不太在意 打流感針的 或者你覺得 我也是不太喜歡打針的 今年你真的要考慮清楚了 說到尾 大家真的不要忘記 人世間不只是COVID 在影響著我們 還有很多其他的傳染病 都是會引致很壞的後果 而管控措施呢 是有代價的 不單止是措施進行期間 即是無法上班 無法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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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人生計 影響經濟 影響心理 等等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未看到的 就是這個病毒 已經令到人類生存的環境 有很大的轉變 病毒的感染 也有很大的轉變 接下來是有這樣的危機 到了Omicron的時代 你用傳統的管控方法 要控制到它 已經難於登天 即使你真的控制到它的話 你控制了之後 接著會不會導致其他呼吸系統的病毒 大爆發 尤其是在小孩子的病毒 這件事 我們都要非常小心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請你留言 點讚 訂閱 如果覺得這段影片有用 請你分享給朋友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